国外的自然水虽说可以直接喝 但你别真天真的直接喝 刚出国那回呢我也不了解这个事 是因为给孩子煮热水冲奶粉 才发现这水是真的不一般 平时煲汤煮饭呢还真发觉不了 自从废了我一个水壶以后 我也就只敢拿它洗澡啊洗碗啥的 我也知道这水是有够硬 但是呢没想到能直接把这个浴霸给堵退休了 家里那蒸锅呢三天不刷可以面目全非 很多人出国后发现自己大把的掉头发 一问啊直接是上嘴喝水龙头的水 你这也太信得过他们了吧 真以为全世界都是新加坡呢 整个欧洲呢其实大概都差不多 包括什么加拿大泰国也都这样 不是有严重的漂浮物就是有碳酸感 很多人问过说欧洲的水不是可以安全到直接喝吗 喝是可以喝没毛病 但喝出了水离子那水场可不负这个责 安全呢是真的安全 但水硬啊也真的是硬 首先有一点他们敢把这水龙头的水 直接接入每家每户证明是安全的 但喝不喝呢就自己决定 自来水场呢只负责给你消菌杀毒 至于喝了嘛 长内丹还是结舍离子还是掉头发 那一点别怨别人 人家肯定是不赔的 所以从喝水上呢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 到底他讲不讲究 每次说到这个我总会劝他们不要直接喝 也不知道他们呢是心疼自己那几个墙呢 还是觉得自己五脏六腑是刚做的 有人说我就喝自来水 喝了这么多年也没有结石也不掉头发 真的好言劝不了该死的鬼 你放开了喝整个什么圣结石啊 反正也可以换一个 抬杠的毕竟比打翻的震得多 总之呢好一点的家庭都会装什么软水装置 要么就喝桶装水 你别看出了果发 那长头发的方法呢是凤毛麟角 掉头发的途径那是五花八门 所以咱反正也改变不了什么 那就欣然接受 能保一根是一根 当然会有人问当地人怎么搞 当然他们也很多不讲究的 实在你们想省点钱呢 可以模仿一下人家 我劝你们跟他们一样 天天整点那个黏乎乎的酸奶吧 学着人家的饮食习惯 多清清理那长仔是准没错的